子曰 君子博学于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孔子说 博学于文 这个文不仅是文学 而是代表了一切学术文化 以现代名词来说 包括了文法文理和一切知识 所以说要博学于文 博就是渊博 样样要懂才能够成为通才 但是渊博的人常常是样样都懂 门门不通 所以要先求渊博 而后求专精 要渊博而专精 并且还要约束自己 做人处事 在在何理 孔门的思想要讲理 我们再三提过 理并不是教我们行理 而是理济所包含的文化精神 孔子说 如果做到这样 大体上人生的道路 可以走得出来 不会离谱太远了 服判 就是没有离经叛道的意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